教委部每年都会办理全国高级中等学校学生技艺竞赛 桃园市大兴高中飞休科 今年派出了彭俊豪与林蒙富出赛 勇夺了金首奖第一与第三名 蝉联金首奖五连霸 两位获奖学生拿出看家本领 快速地检查飞机的细节 为了示保障每位机师的安全 平安返回基地 位在大园区的大兴高中 为了培育在地飞机修护人才 民国88年成立飞机修护科 投入超过5000万 购入各项的飞机设施 让学生有相关器材可以实作 而学校除了积极培育非修科人才 也鼓励学生参与全国各项技艺竞赛 高三学生彭俊豪与林蒙富 今年分别拿下飞机修护金首奖第一与第三名 蝉联金首奖五连霸 获奖学生特别感谢学校与老师们的指导 这次获奖是觉得特别不容易 累积了两年以来的练习的成果 我们在不论在任何站位 都是不断重复的练习任何的技术 相信未来可以把这种精神 运用到每一个工作上面 这一次得奖主要要感谢 我指导老师宏达老师 因为他从一年级就开始指导我们 在后面的时间就一直陪伴我们 然后还有我们的班导新柱老师 他也给我们很大的鼓励 主要就是要谢谢老师们 还有学校有给我们这个机会 指导老师李宏达 针对两位学生个性进行不同的训练 看到学生获奖也觉得很欣慰 彭俊豪同学啊 因为他主动性比较强 而且他理解度也比较快一点 然后所以说我只是帮他教育到他如何去学习 然后怎么做 做一次给他看以后 其他的就让他去先去传模 李宏达同学呢 他是反应比较稍微迟缓一点 但是他积极度也很非常的高 我们就针对他不足的部分呢 我们就做特别加强的练习 地主国门之都的大园区大兴高中 未来将持续引进各项飞机设备 让飞修科学生有更多机会学习 为桃园培训在地飞修科人才